在刚刚结束的全英会女排比赛中,江苏女排1比3,不敌天津女排,无缘未美冠军 同时这场比赛也让张长宁的左膝半月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块伤还是源自张长宁在国家队去意大利征战的比赛期间不慎上到了左膝半月板 今年女排的连续三大战役,张长宁坚持打完 从国家队的世界联赛到东京奥运会,到江苏队的全英会 张长宁都坚持着打完,尤其是全英会最后两战比赛 受伤并影响,状态不佳的他,虽然坚持着打完了两场比赛 但仍1比3不敌天津女排,从而屈居亚军 带着这样的成绩,张长宁将在全英会之后进行休息调整 据称,他将对左膝半月板做手术资料 这也意味着,张长宁将肯定缺席10月下旬的全景赛 大概率部分缺席新赛季排超零赛 或许明年的女排国家队集训也不排除缺席或部分缺席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